沒什麼人知道這把梳其實是可以這樣玩的 是一個秘技來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Zoy Sweat Hair的紋理梳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 之前很多的 feedback 都說很好用 但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沒拍一段很詳細的教學介紹的影片 告訴大家 到底這一把梳是怎樣可以完全運用到功能 做到行系、日系、空氣這麼重 現在流行的髮型 其實這一把梳是完全可以幫你省了很多時間 還有做出來的頭是更加漂亮的 下髮型記得多次少量 一次下這個份量就要下三次的 整個頭 這次我會混量一下 Share Milk 推開了先 我們從後面開始向上擦 擦亂Lecture 平均下了頭髮 你吹好一頭 其實你怎樣擦都可以做好 怎樣做好呢 這把梳出場了 首先這把梳有三個密度的梳池 其實在這一類的髮型都可以用得著的 這一類日行的髮型 第一個重點就是這些位置千萬不要太漲太拱 我們又不是梳到扁 但是要比較貼一點 記住不是扁是貼 所以都是不可以用這些密齒梳 因為他們的密齒梳太過密 所以他們的拉扯力度也都會相對大 所以當你用一些密齒梳 經常大家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當你擦鬆了頭髮 特別是日行髮型 最講求是一個很自然的縫鬆感 當你擦鬆了頭髮 之後你想收拾一些細節 你想梳好 你就會立即 因為密齒梳 扯力大 就會很容易 梳扁了頭髮 之後當你梳扁了頭髮 你就會想弄鬆它 當你弄鬆它的時候又亂了 你又用一把不對的梳去梳 就會無限輪迴 你整成十分鐘都做不到出門口 多數其實很多人花時間 不是花在吹頭髮 多數是執洗節這些位置 我示範給大家 其實只要你一梳 它就太扁 它放下來這個位置又會凹進去 我們要剛剛好 所以這一把梳是可以幫你省很多時間 怎樣省發呢 第一個最容易大家比較常見的 這些梳匙的作用 就是用來梳貼頭 但是不會影響到 我們本身頭髮已經製造了的縫鬆度 所以如果整理這條頭 第一步 找完髮例之後 拿起頭髮 你看到它就比較容易去梳順 記住梳順頭髮就可以了 這些位置已經整齊了 好 之後就來到重點 其實兩個都是重點 重點就是 那這個三角齒的梳 如果你用它去梳順頭髮 完全不會影響到蓬鬆度 現在所有流行的 最主要是韓式的髮型 日常都有 它這一類所有的髮型 在haircut上面的共通點 你要看到髮味比較淺 因為這些比較尖的髮味 所以它首先可以做到那種 輕盈感空氣 很輕的那種感覺 但是同時又不會剪得太碎 所以它每一支頭髮的設計 都是像一個三角形的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三角形的磋 第一你不會梳塌了頭 不會梳扁了頭 第二就是你也會跟上 最自然的頭髮的紋理去梳 你現在想要那種很輕的髮型 出來的那個層次感 和各個的形狀 如果平時弄起頭 拆完回來 就這樣梳就行了 你看到 一直這樣梳 其實呢 盡情這樣梳就行了 一會兒就教大家弄好它 而且它每一個齒 都是比較圓滑 所以你就這樣 一直梳貼頭皮 頭皮也不會痛 你就會看到 它的蓬鬆度在此之外 頭髮紋理 層次都還在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用手 只要你這樣在髮根 一下子推前 推前回 放下來 形狀已經在了 所以這把梳 弄這類髮型是非常之適合的 你一查完髮 只需要這樣梳兩下 一推 其實整個形狀已經出來了 所以這把梳才叫做紋理梳 就是它不會影響 防鬆度之外 它是很快做到 現在當下很流行的 紋理髮型 剛才的動作 可能要大家回家練習多一點 但是現在這一下 也給了一個小小的提示 都是用這把梳就做到 Mitchis是一個秘技 是沒什麼人知道這把梳 其實是可以這樣玩的 我先梳好它 你看到可以翻梳的頭 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隨時轉個髮型 譬如說剛才這樣梳好了之後 這個時候 都是用這個三角尺 大約前半部分 一下 繞下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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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做多的效果 這個就很適合手殘的人士 我覺得 拉多少都拉不到下來 超級限時間 如果大家是 弄這一類 Wave 日行髮型的話 或者右頭也可以用這些 來到最後這個位置 就是 收拾細節的梳匙 這個位置 跟之前的尾梳改功能一樣 它就有一個 很局部 很細節的位置 比如說剛才我將好拆下來 總有一些細節位是要撿的 比如說這些位置拱起我 如果這個鬥號 這樣就放下來 或者這些位置可以弄拱一點的 又可以三個尺一起用 做細節的 一個尺也可以 如果用這個梳匙 就一定要一把頭髮去梳 但是這個 就可以很針對性 去撿回一些細節 就不是用手 我這樣一用手 就找到其他的了 手指這麼粗 這樣去做 所以其實是一個 combo 先用這邊 梳下面 然後這個 梳整個頭髮的髮型 再這個撿細節 完 基本上下完髮泥 就做多半分鐘 或者一至一分鐘 其實就已經可以拿到Hairspray 不需要無緣無故 平時出門 不出門口 已經吹得頭很漂亮 但下完髮泥 整亂無緣無緣 要花多10分鐘的時間去做 做得漂亮之餘也很快 之後這個髮泥就帶著補性了 其實這一輪日後髮型 大家都會經常問 這個是其中一個步驟 可以很快地做到的效果 如果大家想知道 我這個髮型在哪裡剪 或者我用了什麼產品的詳細名字 就可以直接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看到 如果大家有任何髮型想看 或者想知道 關於產品的東西 也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就可以拍片 去跟大家說 好了 下次見 bye